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人的十大福音其中的一位 但是来听听看另外一位专家 他怎么说 这个疾病的发生率 女性比男性的耗发率为8比1 没想到女性罹患 这个疾病的比例比较高 而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肾脏方面的疾病 肾脏炎造成国人健康的大危机 而且女性得到的几率 比男性高达8倍 到底是哪些生活习惯 会诱发肾脏炎呢 常常去大种植游泳健身 常常使用卫生护垫超过三个小时 憋尿是常有的事 工作过劳 经常睡眠时间不足 快点检视一下 你是否也有以上的生活习惯 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是工作繁忙的上班族吴凤英 和平时喜欢阅读的苏荣轩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会有相同容易引发肾脏炎的生活习惯吗 好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病症 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真的息息相关 不过先问一下两位了 知不知道我们人体的肾脏 它在做什么 从血液里面排出不必要的养分 然后再来 排毒吧 排毒 那知不知道肾脏的位置在哪里 后方 有人讲后面 有人讲前面 但都知道它成双成对 所以是两手 对不对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陈医师了 很多人在讲说 肾脏为什么会生病呢 那肾脏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位置又是在哪里呢 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肾脏这个东西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先提醒 西医的肾跟中医的肾 差十万八千里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来讨论的是 西医的肾脏到底在哪里 好 西医的肾脏顾名 西医这是一个人的话 他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 的确我们如果要去定位的话 他是在我们的后方的地方 可是他这么高啊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往下面 在这个腹部的地方 所以他是在我们的肋骨的下面 所以他有受到我们肋骨的保护 他就刚好在这个位置 肋骨的正下方这个地方 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地一个 精密的一个器官 因为他里面的血管非常非常地细小 而且他细小到就要做一个动作 叫做过滤 过滤 他要做一个血液过来 一个过滤的动作 过滤什么呢 我们不必要或不需要 或多余的东西 把它过滤出去之后 然后汇集起来 然后再往下走 往下走 走到哪里呢 走到我们的膀胱 存在膀胱那边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膀胱胀 准备要去小便 所以他其实对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血管一 非常非常地小 二 他的血管量非常非常地多 然后身体所有的血液 必须一定要经过肾脏过滤过后 他才会再回来 所以他过滤每天的血量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东西越多 越复杂 越有可能会发炎 对不对 对 而且非常非常地精密 一点点的小小的插尺 就有可能让整个肾脏 出现危险的问题 台湾肾脏炎 我们讲的是发炎的那个炎 比例高不高 其实还蛮高的 发炎的炎其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到最后 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肾鱼肾炎 或肾脏实体发炎 或者是肾脏萎缩 或者是肾衰竭 这些综合起来的肾脏疾病 加起来是我们国人 十大十一的排名第十名 而且是女性高于男性 那我们接下来很多人就在讲说 为什么跟生活作息 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关联性呢 其实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 会导致所谓的肾脏发炎 这样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医师 大肠杆菌逆行导致肾脏炎 大肠杆菌逆行导致肾脏发炎 那我相信其实一到四的选项当中 其实有三点 就跟这方面有关了 好 我们先来解答 第一个 常去大众游泳池游泳或者是健身 甚至于我想应该泡三温暖的人 也是会游 然后再来第二个 就是女性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 因为都会使用所谓的棉垫 跟卫生护垫等等 超过三个小时就有危险了 再来 又是女生常常憋尿 对不对 那我们制作了一段VCR 让各位更清楚地了解 究竟这大肠杆菌怎么样逆行 导致所谓的肾脏发炎的状况 一起来看一下 肾脏是尿液制造场所 尿液在这里制造后 会顺着输尿管 储存在膀胱里面 再从尿道排出体外 在正常的泌尿道中 环境是无菌的 但是在肛门一带的细菌 例如大肠杆菌 很容易经由尿道逆行到膀胱 造成泌尿道感染 在逆行尿管到肾脏 就会导致肾鱼肾炎 这种逆行性的感染 是泌尿道感染的主要原因 大约80%至90%的泌尿道感染 都是大肠杆菌所造成的 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泌尿道感染呢 由于成人女性的尿道口 距离膀胱只有三到四公分 而男性尿道口距离膀胱 却有15到20公分的距离 所以女性较男性容易泌尿道感染 在正常的情况下 膀胱可自行将细菌清除 但是如果解尿不干净 会有憋尿的习惯 尿液留在膀胱中 而细菌停留在泌尿道内 快速滋生后 逆行尿道顺着尿管侵入肾脏 就会造成发炎 好 看过刚刚的VCR 大概都知道所谓的大肠杆菌 逆行之后导致所谓的肾脏发炎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两位的关键调查 其实真的女生比较会用到 卫生棉 护垫等等 你都超过三个小时才换吗 常常会忘记换 因为工作 可能一忙坐太久 憋尿两位都常常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女生憋尿好像是蛮常见的 对不对 男生为什么也会憋尿 长途开车 开车 对 他们都有所谓的 这个憋尿的问题 对 那大肠杆菌洗下面 我们常常听到它 对 有非常非常多的菌种 皮肤上面有我们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对 但是在我们的会应部 因为有一个肛门口在那边 所以大肠杆菌 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种 大概60到80%左右的 泌尿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原因 都是大肠杆菌相关的 那大肠杆菌它会从哪里来 一定是从外面的地方接触到 第一个接触的位置是哪里 就是我们的尿道 那尿道这个部分 只要被大肠杆菌给感染到的话 它有可能会细菌开始在那边繁殖 那繁殖过程中 它会有逆行的一个动作 到了膀胱 那膀胱在那边支撑了 就膀胱会发炎 膀胱之后发炎的话 如果你长期憋尿 膀胱脏得非常的大 压力很高的时候 尿液开始带着这个大肠杆菌 逆流了到我们的那个叫做 输尿管 输尿管就是我们肾脏阶的 膀胱的这一条 我们叫输尿管 它就逆行上去了 带着大肠杆菌到我们的肾脏 那个地方 那第一个位置到的就是我们的肾鱼 我们肾鱼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大肠杆菌 因而导致肾鱼肾炎的一个发作 OK 那这个大肠杆菌到底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要去了解就是第一个 就是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公共的场所里面呢 你可能注意你的卫生 但是并不代表别人也都是这么地注重他们自己的个人卫生 那会因为这样子呢 它的大肠杆菌就有可能感染到你 第二 护垫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会从前面盖到后面去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肛门口这个附近 它是很多的大肠杆菌 因为大肠杆菌顾名思义就住在我们的大肠 所以它在这边排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的肛门附近的话 就会有这些大肠杆菌的一些残留在 那你的护垫如果用超过三个小时 它整个细菌繁殖的非常多的话 它会跑到前面去 或护垫移位了 它会从后面跑到前面去 跑到前面去的这个动作 就会导致我们尿到这个地方 被大肠杆菌给污染到了 因而导致大肠杆菌的一个支身 所以导致刚刚所说的逆流的一个行为 那刚刚所说的憋尿就是 膀胱它如果胀了压力变大了 尿液就往上流 往上流的一个过程中 就把大肠杆菌带到我们的肾雨去了 那就发炎了 没错 那女生比男生多一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当然第一 女生的尿道比男生还要来短一点 构造的关系 构造上面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用护电这个东西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 但是这个护电就有可能会让细菌在上面支身 那这个部分就会告诉我们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耗发的年龄层 也就是说女生她是有正常月经的年龄层 20到30多岁的女生有在用护电的这些人的话 她耗发肾脏发炎或者是泌尿道感染的机会 相对的就比较高 比较高 但男生呢 她也会有 不是没有 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小朋友小于5岁或65岁以上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尿布时期 那65岁以上 如果她有中风或者卧床 或者是她不方便的话 有尿布的这样的使用的话 也会有可能有大肠感菌的一个感染的危险 也会上升 因为其实大肠感菌喜欢的是潮湿 潮湿有门的有温度就是非常适合她 所以其实真的要常换 我问一下营养师女生好了 大概要多久换一次 我建议大家其实一两个小时 你就应该要起来喝水跟上厕所 像我的减重门诊的病患 其实超多人都是因为 像刚刚说的怕去尿尿就不喝水 可是你长期下来造成慢性发炎 所以细菌很容易滋生 所以其实我们都说 一天要喝到2000到3000cc的水 你两个小时就应该补充一次水分 去上一次厕所 这样是比较干净卫生 OK 好 不过我们常听到大肠感菌 除了刚刚所讲的 大部分是食物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什么夏天在冰 然后其他的一些 什么凉面等等 偶尔都会有这一类的新闻 为什么说大肠感菌 连食物都有一些些关联系 其实在大肠感菌 一般的外面的食物 尤其是生食当中是非常多的 那特别有个型号叫 大肠感菌O157 其实在欧洲有一个大爆发流行 它整个都是生食 大家一堆人上吐下歇 那好可怕的 那所以像这种食物中毒的事件 其实在欧洲 日本是比较容易发现 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喜欢吃生食 可是我觉得要提醒是近年来 我们台湾其实也很多人 在提倡这个生食的概念 对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 吃有机的就没问题 那有机的 它还是有可能在运送过程当中 你也可能受到一些粪便 或是水源的污染 这个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会建议大家 你真的回去的话 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洗干净 而且要煮熟 是 一定要煮熟 大肠感菌是非常容易被杀死的 你只要75度C 只要煮沸一分钟 其实它就是可以被杀死的 OK 不过我们刚刚讲 生食大肠感菌 大部分我们印象中是直接影响肠胃 为什么说连肾脏 这个部分它也会伤害到 那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人跟小朋友 它可能会有一些肠道免疫力下降 或是肠肉症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会引发这些细菌进去之后 产生菌血症 它就会沿着你的肠道 我们叫说它就有肠肉 它会沿着血液整个去循环到你全身 那换句话说 你流到哪里 哪里就会感染 那刚刚又讲到说 肾脏是一个非常大的血流的器官 所以它是一个第一个手当其冲 那因为这样而感染 然后离病的这样子比例 在台湾高吗 陈一师 其实还蛮高 而且还要逐渐上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说细菌它是一个生物 对 所以你只要在一个 非常适合细菌之身的一个天气 天候季节 湿度 或者湿度 或者是一个环境的情况之下 你都要很注意 不管今天是说 骨盆腔这部际的 婚姻部这部分的一个健康清洁的部分 要做好以外 我当然在我的食物里面 也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是不是在某些季节里面 我在吃食物的时候 是不是煮得干净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出现大肠感菌的一个感染的问题 除了生活的习惯 然后还饮食的安全性 那个都要特别留意大肠感菌这个坏东西 但是刚刚有讲食物 75度C竹飞过一次 其实基本上大肠感菌就不会存在在食物当中了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么当然还有影响到所谓的引发肾脏发炎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 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医师 工作过劳导致肾功能失调 工作过劳 睡眠不足 好了 来看一下是不是现在的 辛苦的 中有的台湾人民 那我相信应该就只有一项了 睡眠不足了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说工作过劳经常睡眠不足 也会导致肾脏也会出问题 我们其实发现说大致上 我们的肾脏发炎的人数 大概七成都跟工作过劳有息息相关 那工作过劳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层面在 第一个层面当然我们是说 睡眠这个部分不足 我们知道睡眠跟我们身体 很多的机能有息息相关 第一个很重要的机能叫做什么呢 叫做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的免疫力会因为你的睡眠 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出现失调或失衡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知道刚刚所说的大肠肝菌 它要靠什么东西去把它去除掉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 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把它给去除掉的话 我们就要用抗生素的方式帮您去做一个治疗 可是往往去杀这些细菌在肾脏的时候 有些抗生素也会伤害肾脏本身的实体 所以它肾脏出现的问题 不管它今天是细菌导致 还是我们抗生素过度使用 或者是使用的量 机量过大或过久的情况之下 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副作用出现 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免疫 能够把病菌去除掉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那刚刚我们营养师有讲到 肠胃道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肠肉的一个问题 但是最常遇到的问题叫做便秘 便秘跟肾脏也有关系 是 刚刚就是那个原理 我们刚才我们的营养师有讲到了 就是粪便卡在里面的 比较久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也是会有细菌跑到我们的血液的循环的几率 也会上升 然后营养师有没有要补充的这一点 现在人因为真的过劳没办法怎么办 真的过劳的朋友们 我还是建议你再怎么样 你的时间没有办法准时睡觉 但是你还是要均衡地吃个三餐 你就算是很晚睡觉没关系 但是你还是要至少分配三餐的时间 那还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的部分 可以帮助你正常的排便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避免一些茶咖啡 这些太刺激的东西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那当然整个来讲的话 你有好的睡眠 那你整个肾脏的血流也会好 免疫力就会提升 其实这样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刚刚有讲 其实肾脏发炎它好像很容易反复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在那个部分 如果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它其实是很难用抗生素 完完全全把它去除掉的 所以如果你曾经有泌尿道感染过的朋友 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泌尿道感染 一直在重复的复发 而且季节有些季节到了时候更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 那如果您这样子出现这种症状的人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细菌有可能是复杂性的数量非常的多 或者是你的数量非常的不同种类 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你没有依照医师的医嘱把它吃了一个疗程 所以你还是会有些残留的细菌在 虽然症状已经没有了 可是细菌还在的情况之下 跟着时间它还是会繁殖量变多 一旦变多了症状又会回来 又会出现第二次的泌尿道感染 那因为细菌都还是在 所以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复发 好 那么当然它也有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死亡 那么但是国外有一份研究的报告 其实接着下来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这份关键报告 其实如果你有效果的去做它的话 它可以降低所谓的肾脏发炎引发导致的所谓的死亡的比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肾脏科 在美国临床肾脏学会期刊 线上版的研究中指出 每周只要健走一次 每次半个小时就会发挥作用 但健走的频率越高越久 自然对身体越好 有健走习惯的人 可降低多少肾脏病的死亡几率呢 中国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肾脏科研究团队 追踪了超过6300位 平均年龄70岁的慢性肾脏病患 平均追踪1.3年 发现常健走的病患 需要喜欢肾的几率 比没有健走者还低 相较于没有行健走运动的患者 每周走1到2次 3到4次 5到6次和超过7次的患者 其死亡几率分别减少17% 百分之28 百分之58和百分之59 因此养成每周健走7次的习惯 因为肾脏病而危及生命的几率 就会降低 好 每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都不厌其烦跟大家说 睡眠一定要充足 不要熬夜 然后再来要多运动 多吃健康的五蔬果 但是我相信现代人说 好难做到喔 不会啦 好 刚刚那份研究报告是 真的真的能够有效地 运动健走这个部分 能够有效地降低所谓的肾脏炎 引发所谓的死亡率的 对不对 没错 人要活就要动 那我们讲一周运动7次的话 或健走7次代表是说 每天都要动一下 动一下告诉我们一些 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 第一个 运动会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 免疫力不好的人 它导致感染的几率越高 甚至我们要清除这些病菌的几率 免疫力不好的人 就会变成越困难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运动的方法 提升免疫力 它自然身体可以帮你把 不要的病菌给去除掉 当然运动又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跟血管 那血管刚刚在前面跟大家讲了 身体最细小 最精密的东西 这小血管都在肾脏 身体所有的血液必须 一定要经过肾脏过滤过后 所以如果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 那我们的肾脏的血管 才会是健康的 肾脏的血管是健康的 它才可以有效的过滤我们不要的东西 那我们这样子才会产生足够的尿液 这个尿液才能够做一个冲刷 或刷洗的一个动作 当我们每一次在排尿的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排出去的过程中 它也是一个冲刷 把细菌附着在上面的 一起把它给排出去 那这些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运动 还有血管保护的一个重点 好 然后再来营养师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特别补充的 再特别告诉大家 我们刚刚说你要预防肾鱼肾炎这样的感染 除了多喝水之外 还要运动之外 还要提醒大家请避免一些精致的甜食 因为吃太多的甜食 也容易让你这样泌尿道去做这个感染的动作 所以建议大家你还是要 也为了心血管保健 烧油 烧糖 烧烟 然后多喝水 多运动 然后好好的放宽心 多一点睡眠 都是很棒的选择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从生活作息 开始做起了 那么刚刚我们两位呢 特别提供给大家 一个礼拜当中找个时间 不是叫你天天一定要健走 那当然其实如果你能天天健走 当然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睡眠充足真的很重要 11点钟可以的话 尽量11点钟真的就去睡觉好吗 除非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适时的能够抒发一些自己的压力 然后再来你的作息 你的饮食 你要营养够均衡 我相信很多的疾病都会远离大家 祝福大家身体要平安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来宾 谢谢两位专家 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我们的健康新生活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